古北县城有一个书生 名叫谢海昌 谢海昌打小就非常聪明 读书非常刻苦 谢海昌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为了自己的儿子长大后 将来能够有出息 劳两口没日没夜的辛勤劳作 省吃俭用 就算再苦再累 也要供儿子读书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话不假 谢海昌看到父母为了供自己读书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受了那么多的苦 遭了那么多罪 心里面很不适滋味 所以读书非常用功 根本不用父母操心 谢海昌果然不负众望 在他二十岁这年 一举就考中了举人 这下在小小的古北县城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前来谢家求亲的人 那是络绎不绝 都快踏平了谢家的门槛 谢海昌的父母 心里自然乐开了花 千挑万选下 终于为儿子相中了杨家的姑娘东梅 选择良辰吉日 劳两口为儿子儿媳完婚了 要说东梅这新媳妇 真的没话说 自从嫁到谢家后 对丈夫谢海昌 是体贴入微 对公公婆婆非常孝顺 左邻右射箭了 个个都是竖起大拇指 夸赞老谢家 娶了这么个好媳妇 谢海昌成家后 有了妻子这个贤内主 读书越发用心了 后来赴京赶考 一举夺得了金榜一甲 第四名的好成绩 被朝廷委认为合肥县令 谢海昌于是带领家人 搬到了省城合肥定居 谢海昌的父母 从此彻底告别了农民的生活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老太爷的生活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谢海昌十年寒窗苦毒 心血没有白费 现在功成名就 让家人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 老话说得好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谢海昌和东梅结婚这么多年了 却没有养育一子伴女 多少感觉有些失落和惆怅 哪怕现在自己是人人敬畏的县太爷 但是没有子嗣 谢家的香火 如果断送在自己手中 岂不是大不孝 谢海昌为此常常苦恼 老天爷还真的是睁眼了 特别眷顾谢海昌 在他三十五岁那年 妻子东梅终于有喜了 这下可把谢海昌高兴坏了 日日夜夜小心伺候着妻子 身怕有一丁点闪失 有道是瓜熟蒂落 十个月后 妻子东梅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大胖小子 谢海昌终于得偿所愿 升级做了父亲 谢海昌抱着墙宝中的孩子 高兴得何不拢嘴 亲自给儿子取名叫谢昊 在那个年月 男女青年结婚生子都比较早 像谢海昌这样三十多岁才当上父亲的 已经是极其罕见了 也可以算是中年得子吧 所以谢海昌夫妇 对这个苦苦盼来的儿子宠溺得不得了 可以说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儿子要什么就给什么 有那么句老话 贯子如沙子 这话说得没错呀 你想谢海昌夫妇如此宠溺孩子 谢昊那还好得了吗 打小就娇生惯养 蛮横无礼 调皮捣蛋 坏事做尽 谢海昌对儿子的种种恶行 不但不加管教 反而由着他胡作非为 光阴似箭 岁月如梭 转眼之间 谢昊就长到了十七岁 成为了一个不学无术 恶贯满盈的顽固子弟 谢海昌年纪一天天老了 越发管不住儿子了 心中寻思着 给儿子说个媳妇吧 兴许儿子娶妻生子后 就知道承担家庭的责任了 脾气秉性会有所收敛吧 谢海昌夫妇精心挑选 为儿子选中了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下莲 则良辰即日 劳两口为小夫妻完婚了 谢海昌心中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 但是令谢海昌没有想到的是 谢昊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成家之后仍然恶习难改 不思进取 成天流连于烟花柳相 和一群狐朋狗友在一起吃吃喝喝 胡作非为 要说新娘子夏莲真的是不错 温良贤淑 善解人意 丈夫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她没有半句怨言 而是在家一心一意孝敬公婆 恪守做媳妇的本分 做人不能太狂 一旦狂妄过了头 就是要倒大霉的时候 谢昊自以为天下无敌 谁也不放在眼里 这下闯大祸了 这一天 谢海昌正在书房看书 忽然一个家仆惊慌失措 跑了进来 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爷 大事不好了 少爷出事了 哎呀 这一嗓子犹如当头一棒 打得谢海昌头晕目眩 险些栽倒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家仆战战兢兢回道 老爷 少爷出事了 你快去看看吧 原来昨天晚上 谢昊留宿在怡红院 为了一个花魁女子 跟一个富家公子起了冲突 起初两人只是嘴角 后来就演变成为推丧斗殴 谢昊打小就好勇斗狠 一时怒气 竟然失手打死了富家公子 听到这 谢海昌呆愣在原地 半赏没有回过神来 俗话说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此乃天经地义之事 儿子现在犯下命案 这是要杀头的重罪呀 谢海昌心急火燎 火速赶往了监牢 看到儿子失魂落魄 胆战心惊的模样 谢海昌心如刀割 好心劝慰儿子 不必担心 为父一定要保住你的性命 到这个时候 谢海昌仍然是执迷不悟 没有好好反省儿子犯下的罪行 反而想要为儿子开脱罪责 谢海昌开始上下打点 期盼能够将儿子从死牢里面救出来 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 坏了 儿子打死的公子 竟然是道台大人的亲外甥 道台大人放出话来 一定要谢好长命 谢海昌焦虑万分 几次三番来到道台大人的府衙 跪求道台大人 自己情愿付出任何代价 只求保住儿子一条命 要他做什么都愿意 开始道台大人 根本不搭理谢海昌 谢海昌在道台府衙门口 一跪就是三天三夜 后来府衙里面传出话来 如果谢海昌愿意交出所有家产 并且辞官还乡 这事情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 谢海昌听罢 惊喜万分 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回家后立马递交了辞呈 辞官不做了 并且把家中所有的家产变卖 换得银两后 送到了道台府衙 谢海昌满怀希望 还天真的以为道台大人收了银子后 就肯放过他儿子 拿小的道台大人收了银子后 即刻命令家奴将谢海昌赶了出来 其实道台根本没打算放过谢昌 只不过是在戏耍谢海昌 现在谢海昌丢了官职不说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才感到追悔莫及 三个月后 刑部的批文下来 谢昌被暗律斩首 眼看着儿子人头落地 谢海昌真是痛彻心扉 心底在滴血呀 顿时感觉他了半边天 迫于无奈 谢海昌只得带着妻子和儿媳 收拾行李 离开了合肥 后来在一位同窗好友的帮助下 终于在安庆的一个偏远乡村安顿了下来 安顿下来之后 谢海昌把儿媳夏莲叫到跟前 说道 自从你嫁到谢家后 我们谢家亏欠你太多了 现在谢昌已经死了 你还年轻 如果你要改嫁的话 我们不会拦着你的 此话一出 夏莲赶紧跪了下来 哭着说道 虽然我嫁到谢家之后 相公对我非常冷淡 但是公公婆婆带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 我是绝不会改嫁的 而且我现在已经怀了谢家的骨肉 就算再苦再难 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抚养成人 谢海昌听到这 真是又惊又喜 她万万没有想到 儿媳已经怀上了谢家的骨肉 等时激动得老泪纵横 太好了 我们谢家有后了 祖宗保佑 为我们谢家保留了一丝血脉啊 半年之后 夏莲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谢海昌抱着心爱的孙子 乐得何不拢嘴 亲自给孙子起了名字叫谢天恩 谢海昌夫妇为了抚养孙子 不顾身体老迈 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 不料积劳成疾 在孙子谢天恩长到三岁的时候 就先后离世了 剩下儿媳夏莲 独自拉扯着孩子 夏莲是个贤良的母亲 怎奈夏莲是个富道人家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能够让儿子谢天恩吃口饱饭 不饿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送儿子去私塾读书 当地的乡亲们 看着这对母子着实可怜 就常常接济 他们一些饭食和衣物 就这样 谢天恩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渐渐长大了 一晃就长成了一个 十八岁的磅小伙 谢天恩家里没有田地 只能够靠帮人打短工 勉强度日 这年盛夏 村里的张老汉家盖新房 谢天恩过去帮了几天工 也赚了几个饭钱 这天收工后 酷热难耐 谢天恩就靠在一棵大树下乘凉 就在这么个时候 突然远处传来了喊救命的声音 谢天恩疼地一下站了起来 循着声音飞奔而去 只见一个八九岁大的孩子 正在河中扑腾 坏了 有人落水了 谢天恩来不及多想 一个猛子跳进了河中 拼尽全力将孩子救上了岸 待把孩子救上来之后 谢天恩这才发现 被救的孩子 竟然是亡员外的儿子王豪 原来这王豪顽皮异常 今天趁着大人没有注意 偷偷溜出来下河碗水 不想发生险情 险些被淹死 幸好被谢天恩救下了 王豪外得到消息后 对谢天恩是感激不尽 当即拿出重金酬谢 被谢天恩婉言谢绝了 谢天恩说道 王豪外 你要真的想要谢我 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王豪外说道 行啊 有什么要求 你只管说 谢天恩回道 我到现在也没个稳定的工作 靠给人打短工度日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个事做呀 王豪外听罢 立刻回道 没问题 这不算是个事 明天你就来我的府中 给我当个长工吧 啊 那真的是太好了 谢天恩当即拜谢了王豪外 谢天恩回到家后 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 母亲夏莲也是欣喜不已 就这样 谢天恩进了王豪外府里 当起了长工 谢天恩头脑灵活 人又勤快 嘴也甜 大家都很喜欢他 王豪外尤其赏识这个年轻人 每月发工钱的时候 特别关照账房 多给谢天恩两成的工钱 一晃过去了两年 这天王豪外在家里为儿子王豪伴十岁的生日宴会 这下王豪外府里可热闹了 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 络绎不绝 府里面高朋满座 热闹喧天 谢天恩在后院里面忙个不停 劈财 挑水 打扫庭院 样样没有落下 他刚刚将劈好的柴火准备送到厨房去 忽然看见丫鬟绿珠鬼鬼祟祟走进了厨房 一边走 还一边四处张望 好像生怕被人发现了 又喝 绿珠这是要干什么 谢天恩看到这 心里咯噔一下 猛地抽紧了 他这是要干什么 莫非要捣鬼不成 谢天恩悄悄躲在窗户后面 朝厨房里面关桥 只见绿珠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 打开纸包后 将一包白色粉末 洒进了刚刚做好的红烧狮子头里面 哎呀 谢天恩看到这 头嗡嗡作响 他刚刚想要冲进去 一把揪住绿珠 然后喊人 但是一想不行了 不能够鲁莽行事 现在这里就我和绿珠两个人 真的要把他逼急了 他反咬一口 我不但不能抓住他的罪行 还会惹祸上身 谢天恩不动声色 没有声张 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不大一会儿 前院传来亡员外的喊声 我说绿珠啊 怎么红烧狮子头还没有端上来呀 少爷都等急了 绿珠赶紧答应 哎 来了 来了 这就端出来了 说爸端起那盘红烧狮子头 故作镇静地走了出去 红烧狮子头刚刚放上桌子 小王豪就迫不及待地夹起肉丸子 要往嘴里送 原来这是王豪最爱吃的一道菜 别的美味佳肴 他都不喜欢吃 唯独喜欢吃这道淮阳名菜 眼看王豪就要吃下去了 谢天恩按叫一声不好 一个剑步冲上前 一把就掀翻了桌子 这下可同篓子了 只见桌上的碗碟饭菜 请客间撒了一地 菜汤油水四处飞溅 王豪夹起来的肉丸子 还没有送到嘴里 背着突如其来的一线桌子 灯石打落在地 王豪吓得哇哇大哭 王猿外和仲宾客见此情此景 无不惊骇 王猿外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力声呵斥 谢天恩 你这是干什么 疯了吗你 谢天恩也不恼怒 回到 来不及解释了 王猿外 就少爷要紧 说吧 将院子里的一条小黑狗牵了过来 小黑狗见到地上的肉丸子 立马得得几口 吞进了肚中 煞时间 小黑狗口吐白沫 呜呜哀叫 腿蹬了几下 就一动不动了 王猿外看吧 吓得脸色煞白 好险啊 刚才王豪若是把这肉丸子吃下去 现在安有命在 继而恶狠狠瞪着绿猪 贺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若是招任了 还则罢了 你如是不招任 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官府 绿猪一听 吓得魂不附体 连忙跪倒磕头 饶命啊 老爷 我说 我全都说 原来王猿外有个小妾 名叫宝珠 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 有那好事的吻婆就讨好宝珠 说你杜里怀的肯定是儿子 宝珠夫人听了 自然是满心欢喜 都说母瓶子贵 宝珠就开始算计 自己如果真的生了个儿子 虽然荣光 但是王猿外 已经有一个儿子王豪了 他将来要跟自己的儿子争夺家产 肯定要挑起事端 与其等到那一天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尽早把王豪铲除 于是宝珠就有了一个恶毒的想法 想要毒死王豪 但是找谁去办这件事呢 正当宝珠为此犯难的时候 机会来了 绿珠是宝珠夫人的贴身丫鬟 绿珠出身贫寒 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好衣裳 更不要说佩戴金银首饰了 这宝珠夫人的首饰盒里面 有一对金耳环 精美绝伦 乃是绝世宝物 这天宝珠夫人出去了 绿珠看到她的首饰盒没有上锁 就起了贪念 偷走了那对金耳环 这下闯祸了 宝珠夫人回来后 发现不见了金耳环 当即就质问绿珠 绿珠做贼心虚 不得不承认了 跪地求饶 夫人饶了我吧 只要你饶了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哦 听到这 宝珠夫人就起了坏心思 吩咐绿珠买来披霜 悄悄下在菜中 企图毒死王豪 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扫除障碍 听到这 王源外戚地浑身颤抖 立刻将绿珠赶出了王府 本来还要将宝珠夫人一并赶走 念在她即将分娩 暂且网开一面 等她生下孩子后 就送出府去 待处理完家事 王源外对谢天恩是感激不尽 你又救了我小儿一命啊 为了表达对谢天恩的谢意 王源外当即决定 拿出一半的家产分给谢天恩 资助他开了一家酒楼 自立门户 就这样 谢天恩从一个打工的伙计 摇身一变 成为了酒楼的店掌柜 你还别说 谢天恩还真的有做生意的天赋 做生意那点门道 他一学就会 王源外稍加指点 他就懂了 再加上谢天恩年轻力壮 浑身有的是力气 人也勤快伶俐 所以酒楼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转过年 王源外又将自己的二侄女 介绍给谢天恩 小两口结婚后 恩恩爱爱 甜甜蜜蜜 先后养育了二子一女 谢天恩的母亲 夏莲受了大半辈子的苦 没想到到了晚年 总算熬出头了 儿子媳妇孝顺 孙子孙女乖巧懂事 夏莲在家还一弄孙 尽享天伦之乐 一直活到了九十岁的高寿 辅州县城郊外的寒家村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 名叫寒伯熙 寒伯熙的父母走得早 是舅舅将他拉扯大的 如今的寒伯熙 长成了一个相貌堂堂 身体壮实的棒小伙 寒家村有一条青河 青河穿村而过 自西向东日夜不息地流淌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因为紧挨着青河 寒家村的老百姓 大多以打鱼为生 寒伯熙打小在河边长大 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水性 每天划着一艘小船 穿梭来往于青河江面 撒网打鱼 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这天一大早 天气晴好 韩百熙划着小船 行驶在宽阔的水面上 两岸炉花摇曳 凉风袭袭 好一派壮丽的景色 就在这么个时候 忽然炉尾档里 传来鸟的哀鸣声 韩百熙听到后 就是一愣 赶紧掉转船头 朝河边的浅滩滑去 带滑到炉尾档里 只见浅滩里躺着一只受伤的白鹤 一只利剑穿透了白鹤的翅膀 鲜血浸染了他的身体 白鹤痛苦地哀叫着 眼中流露出凄苦无助的眼神 看到这里 韩百熙顿时动了侧隐之心 这只白鹤太可怜了 谁这么狠心 射伤了白鹤 他没有多想 小心翼翼地将白鹤捧起 放到了船上 韩伯熙将白鹤带回家中 用剪刀剪去了他翅膀上的利剑 而后找来疗伤的草药 细心地为白鹤敷上了 打那之后 韩伯熙每隔几天 就为白鹤换一次药 并且打来新鲜的鱼虾 喂养白鹤 在韩伯熙的细心照料下 白鹤的伤势渐渐好了 这天早上 韩伯熙刚刚起床 忽然院外传来白鹤清亮欢快的叫声 他急忙跑出去查看 只见白鹤腾空而起 正在半空欢快地翱翔 韩伯熙看到白鹤的身体恢复如初 能够自由飞翔了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白鹤冲着韩伯熙点了三下头 那意思似乎在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然后直冲云霄飞远了 日子如流水一般 静悄悄地划过 一晃一年过去了 韩伯熙依旧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地打鱼生活 眼看韩伯熙已经二十五六了 早就到了娶媳妇的年纪 有那好心的媒婆 也曾经帮她介绍过几个姑娘 可人家女孩 一听说韩伯熙是个打鱼的渔夫 都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说道 打鱼的能有几个钱呢 还一身欣慰 说什么都不同意 韩伯熙听到这些话 倒也不恼 成天乐呵呵地 每天打满一船的鱼 拿到集市上去卖 日子虽然轻苦 倒也踏实快活 这天晚上 韩伯熙从集市上卖完鱼回来 已经是掌灯时分了 累了一整天了 韩伯熙疲惫不堪 早早地洗了就睡了 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迷迷糊糊之中 韩伯熙就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笑咪咪地对他说道 韩伯熙啊 你看你老大不小了 早该成家了 我送你一个媳妇可好啊 韩伯熙惊愕不已 回道 老人家 你不是在说笑吧 哎 小伙子 婚姻大事 岂能够说笑 我可是认真的 老人家 你说送我一个媳妇 她在哪里啊 白熙啊 我跟你说呀 你出了村子 顺着清河往下游走 不出石里 有一个刘家村 村里有个大户人家 人们称呼她为刘园外 这刘园外有个女儿 名叫双灵 这双灵姑娘 长得是貌美如花 温柔贤惠 给你做媳妇 肯定错不了 老人家 听你这么一说 双灵姑娘漂亮又温柔 我哪里配得上她呀 再者说了 上门提亲要送聘礼呀 我家里穷得叮当响 我拿什么做聘礼呀 哎 白熙啊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都为你预备好了 等到了明天 你就知道了 老人家 你为我预备好了什么 韩白熙还想问个清楚 白胡子老头突然消失不见了 韩伯熙猛然间惊醒 这才发现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一大早 韩白熙照例划着小船 出去打鱼 头挤网下去 捞上来的都是水草 韩伯熙不免有些失望 坏了 今天莫不是要打空吧 他正这么想着 又撒出去一网 鱼网不知道捞到了什么东西 死沉死沉的 韩伯熙心中疑惑不解 这是什么呀 这么沉 他不敢耽搁 拼尽全力将鱼网拉了上来 等打开鱼网一看 原来是一个精美无比的大铁箱子 怪了 河里咋会有铁箱子呢 他赶紧打开了铁箱子 刹那间 韩伯熙惊呆了 只见铁箱子里面 竟然是满满一箱子的金银珠宝 亮光闪闪 晃得眼睛都睁不开 韩伯熙狂喜不已 自己打鱼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捞到这么多的宝贝啊 今天是运气爆棚了 他忽然想起来了 昨晚做的那个梦 难道这就是白胡子老头说的 为他预备的聘礼 韩伯熙想到这里 心里乐开了花 赶紧划着小船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 韩伯熙打扮得漂漂亮亮 穿戴一新 雇了一辆马车 带着一箱子金银珠宝 就朝刘家村赶去 来到刘家村 韩伯熙就打听刘园外的家住在哪里 村口玩耍的孩童告诉他 你一直往东走 最大最气派的那座院子 就是刘园外的家 韩伯熙谢过了孩童 驱车来到了刘园外的府邸 上前拍打院门 不一会儿 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人 打开了院门 随即问道 你找谁呀 韩伯熙赶紧回道 大哥 我是从寒家村来的 我是上门来提亲的 哦 是吗 老爷说 今天有贵客迎门 原来说的就是你呀 快 快里面请 说吧 将他请了进去 管家将韩伯熙请到了会客大厅 奉上了香茶 不大一会儿 一位身材魁梧 满面红光的园外爷 缓缓走了进来 管家介绍道 这位就是我们的刘老爷 韩伯熙赶紧躬身失礼 晚生韩伯熙拜见刘园外 刘园外一把拉住了韩伯熙 上下打量了一番 乐呵呵地说道 嗯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哈哈哈哈 快 快请坐 两人寒暄了几句 刘园外问道 百姓啊 你今天来所为何事啊 韩伯熙连忙回道 刘园外 我听说你有一个女儿 名叫双灵 至今代字归忠 我今天是来提亲的 嗯 好好好 我这个女儿啊 被我都宠坏了 给她说了几门亲事 她都是不答应 非要自己挑选 我拗不过她 只好游着她去了 说到这里 刘园外对身旁的丫鬟说道 你去把小姐请到这里来 就说有贵客相见 是 老爷 丫鬟答应一声 转身离去了 过了一会儿 珠帘挑起 只见一位年轻的小姐 在丫鬟的搀扶下 款款走了过来 韩伯熙抬头一看 煞时惊呆了 哎呀 这位小姐 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只见她眉丝弯月 眼睛好似一潭碧波 面若桃花 肌肤盛雪 身材婀娜多姿 曼妙无比 比那画中的仙女 还要好看几分里 刘园外对双灵说道 女儿啊 这位是来提亲的韩公子 还不快拜见一下 双灵将手捶在腰间 微微欠身 柔声对韩伯熙说道 小女见过韩公子 韩伯熙赶紧还礼 小生这箱有礼了 刘园外就问双灵 女儿啊 这位韩公子 你可满意啊 双灵的脸微微一红 回道 女儿的婚事全凭爹爹做主 说爸羞答答地回房去了 刘园外看爸 哈哈大笑 对韩百姬说道 百姬啊 看样子你和我女儿的婚事 这次有门了 以前双灵见过那么多公子 从来不说 她的婚事由我做主 哈哈哈哈 恭喜你啊 我家双灵看上你了 韩伯熙听到这里 欣喜若狂 赶紧将一大箱金银珠宝 摆放了出来 说道 这是我的聘礼 请刘老爷收下 好好好 这些聘礼我收下了 百姬啊 你该改口叫我岳父了 是岳父大人在上 请受小婿一拜 就这样 韩伯熙和双灵的婚事 很顺利地定下来了 则良辰即日 在刘园外的主持下 韩伯熙和双灵拜堂成亲了 刘园外在府里 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宴 韩家村的老百姓 也都赶来祝贺 刘府里面高棚满座 热闹喧天 韩伯熙和双灵结婚后 小两口恩恩爱爱 日子过得是甜甜蜜蜜 白天韩伯熙划船出去打鱼 晚上回到家 双灵已经做好了晚饭 就把热气腾腾 香飘四溢的饭菜端上了桌 韩伯熙吃着可口的饭菜 心里那叫一个美呀 婚后小两口的日子 那是秘里加糖 甜上加甜 可就在这时候 忽然就出事了 县城有一个恶霸 名叫贵通 仗着家里有钱 平日里欺男霸女 胡作非为 做尽了坏事 老百姓恨透了他 诅咒他巴布的 这个贵通早点死 这天贵通带着一帮打手 到郊外登山游玩 回来的路上 恰好路过韩家村 打韩百息的家门口路过 双铃这时候 刚好在院子里晾晒衣裳 贵通一眼就看到了双铃 眼睛都瞪直了 哈拉子差点流了出来 有货 在这小渔村里 竟然还有这么标致的美人 他不由得蠢蠢欲动 色欲熏心 贵通虽说娶了一房妻子 还有三个小妾 但是这些女子跟双铃相比 就差得太远了 贵通大手一挥 对那帮奴才喊道 小的们 把这个美人给我抢回去 我要尝尝野味 那帮家奴听到主子的命令 就好像一群疯狗一般 冲进了院子里 架起双铃 就往外面拖拽 双铃吓得面如土色 惊声尖叫 来人啊 救命啊 就在这时候 韩薄熙打鱼从外面回来 看到双铃受辱 气得是火冒三丈 抄起墙角的扁担 就冲了上去 喝道 大胆狂徒 放开我家娘子 说罢举起扁担就打 贵通一看火了 哦 这是你的娘子 我就抢定了 来人啊 给我狠狠打 这下糟了 那帮狗奴才 好似发狂一般 劈头盖脸 就朝韩柏熙打来 韩薄熙虽然勇猛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架不住人多 很快就被一帮狗奴才 打翻在地 嘴角顺着堂血 眼看韩薄熙被打得伤痕累累 掩掩一息 贵通仍然不肯罢休 恶狠狠地喝道 给我狠狠打 往死里打 双铃看到丈夫挨打 心如刀割 力声质问贵通 你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之下 逞凶伤人 你眼里还有王法吗 贵通嬉皮笑脸地回道 哼 王法 小爷我就是王法 小娘子 心疼你家相公了吧 只要你肯嫁给我 我就饶了他 说罢一阵狂笑 那帮狗奴才 也跟着贵通一起浪笑不止 双铃看到韩薄熙浑身是伤 悲愤欲绝 扑在他的身上 嚎啕大哭 贵通有些等不及了 大喝一声 把这小娘子给我带走 家奴上来就要拖拽双铃 韩薄熙怎么能够 眼睁睁看着媳妇被抢走 死死地抱住双铃 就是不肯撒手 这下惹恼了那帮狗奴才 拳头如同雨点一般 朝韩柏熙身上砸了下来 双铃一看不好 这样下去 韩薄熙非得被活活打死 他大喝一声 住手 狗奴才被双铃的吼声 给震住了 贵通也吓了一大跳 你 你要干什么 双铃冷不妨从怀里抽出了一把剪刀 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瞪圆了眼珠子 力声说道 要我嫁给你也行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要不然 要不然我立刻死在你眼前 贵通眼看双铃要自尽 吓得魂飞魄散 他也怕竹篮打水一场空 于是连忙服软 好好好 大美人 只要你肯嫁给我 你说吧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双铃力声说道 你想要娶我 必须要用一条大船来接亲 明媒正取地把我取进家门 贵通一听乐了 就这条件 这还不容易吗 好好好 我答应你就是了 双铃回道 那好 你明天就把屁礼送来 一个月后再来迎亲 你可愿意 好好好 大美人 没问题 贵通喜笑颜开 朝手下一挥手 把那小子给放了 说吧 带着一帮狗奴才 兴高采烈地走了 带贵通走后 双铃将韩伯熙搀扶进房里 赶紧请来 大夫为他疗伤 韩伯熙这时候 很是沮丧 和娘子双铃恩恩爱爱 这才不到一年的时光 眼看着娘子就要被恶霸抢走 自己却没法保护他 自己真是没有用 想到这里 韩伯熙泪如雨下 双铃赶紧劝慰韩伯熙 说道 相公 你莫要悲伤 我不会让那个混蛋轻易得逞的 第二天一大早 贵通就送来了满满两大香聘礼 有白花花的银子 还有金银首饰 绫罗绸缎 双铃没有客气 全都照单收下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这天早上 贵通带着迎亲的队伍 吹吹打打来到寒家接亲 再看双铃身穿大红的喜服 头戴红盖头 在喜娘的搀扶下 缓缓走上了大船 贵通和一帮狗奴才 护卫在左右 贵通看到双铃上了船 高兴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 大喊一声 开船 烧公一撑船高 大船缓缓离开岸边 朝江中驶去 韩伯熙眼睁睁看着媳妇被贵通接走 心如刀脚 心里憋屈极了 只能够翘手观望 直到大船走远了 化作了一个黑点 消失在视线里 正当大船平稳地行驶在江面 忽然天空乌云密布 狂风四起 江面上骤然刮起一阵飓风 滑得一声巨响 请客之间就将大船给吹翻了 贵通和一帮狗奴才 正在船舱里面喝茶聊天 聊得正起劲 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反应 就被一个巨浪卷进江里 全都为了亡疤 韩伯熙得知大船轻浮 船上的人无疑幸免 顿时悲从中来 哭得是死去活来 双灵啊 我不该让你去啊 是我害了你啊 你死得太惨了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 直到喉咙嘶哑 精疲力尽 韩伯熙这才沉沉地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之中 韩伯熙感觉有个人在推他 相公 相公 快醒醒 韩伯熙睁眼一看 吓得魂飞魄散 推他的不是别人 竟然是双灵 韩伯熙吓得妈呀 一声大叫 身子往后一仰 你 你是人是鬼 双灵微微一笑 相公 你是不是糊涂了 我是你的娘子双灵啊 哪来的什么鬼啊 大船不是轻浮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淹死了吗 你 你怎么还活着 相公 你莫要怕 听我慢慢说给你听 你还记得三年前 你就过一只白鹤吗 韩伯熙听吧 倒吸一口冷气 惊讶地看着双灵 难道你就是那只 没错 我就是你就过的那只白鹤 这次回来 就是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原来双灵以前是天公原始天尊 身边的一个徒儿 因为触犯天规 被原始天尊贬下凡间 投胎成了一只白鹤 双灵化作白鹤后 本来在深山修炼 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修成正果 重新返回天庭 不料有一天 双灵出来觅食的时候 不幸被一位猎人射中翅膀 双灵强忍剧痛 带伤逃到了浅滩 被韩百熙给救下了 过了一年多 本来双灵已经功德圆满 可以重新返回仙界 但是在人世间生活了这么久 双灵不免动了烦心 也想体验一番红尘俗世的逍遥日子 品尝一下男欢女爱的美妙滋味 看到恩公韩伯熙至今仍然单身 双灵就托梦与她 叫她到留园外家里去提亲 其实那留园外 包括留园外家里的管家 家仆 丫鬟 都是双灵找来一帮弟子 幻化成人形假扮的 韩伯熙肉眼凡胎 自然是看不出来 韩伯熙和双灵成亲后 小两口恩恩爱爱 如交似妻 日子过得是和和美美 恰在这个时候 恶霸跪通前来抢亲 双灵决定狠狠惩挣治一番这个恶霸 当大船行驶到河面中心的时候 双灵运用自己的法力 刮起了一阵怪异的飓风 淹死了跪通这帮王八蛋 双灵则化作一只白鹤 扶摇直上 飞上了天空 逃过了一劫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听完双灵的讲述 韩伯熙惊得目瞪口呆 嘴巴张得老大 半天没有和尚 双灵说道 好了 时候不早了 相公 我们赶紧走吧 离开这是非之地 娘子 你要带我去哪里 相公 有了这么多聘礼 我们到哪里 不都可以活得好好的吗 我们去一个 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好嘞 娘子 我全都听你的 韩伯熙闻听大喜 小两口趁着夜色 离开了寒家村 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亭湖县城的东城 有一家经营玉器的古董店 店掌柜是个年轻人 名叫唐凤书 说起唐凤书 原本是个读书人 早就考取了秀才的功名 可是后来几次参加科考 都是名落孙山 也就断了走上仕途当官的念头 后来唐凤书的父亲病逝 他是家中的独子 上面没有兄长 下面没有弟弟 这家古董店是老父亲一辈子的心血 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垮了 唐凤书这才接手当了店掌柜 说是掌柜 其实店里就只有两个人 除了他 还有一个小伙计 最近这古董店的生意相当惨淡 眼看快要做不下去了 为吗 就因为唐凤书这人太轴 太实在了 换句话说 就是太老实了 唐凤书做生意 一直以来恪守着老父亲留下来的规矩 就是诚实守信 绝不造假卖假 唐凤书这么作本没有错 可这就得罪了一大批同行 这些同行 就指着这些歪门邪道挣钱呢 他这么做 不就断了同行的财路吗 所以同行和起伙来 抬及打压他 如此一来 唐凤书店铺的生意相当惨淡 眼看离这关门就不远了 这天一大早 古董店刚刚开门 一个破衣烂衫的乞丐 就走了进来 只见这个乞丐 脸上脏兮兮的 看不出多大岁数 他身上的衣裳满是油污 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嗖臭味 乞丐满脸堆笑 谄媚地说道 掌柜的 发财发财 助你买卖星龙赚大钱 说吧就将手中的破碗往前一伸 那意思就是说 你行性好 打赏两个吧 还没等唐凤书说话 伙计一脸的嫌弃 不耐烦地喝道 去去去 滚一边去 店铺好久没开张了 哪有钱赏你 说吧就把乞丐往外推 唐凤书见状赶紧拦住了 对伙计说道 诶 来的都是客 哪能往外推客人呢 说吧就把乞丐请了进来 说道 你里面请 里面请 乞丐趾高气阳 白了伙计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道 诶 还是你们掌柜的好 这才是代客之道 小子学着点 你 伙计被噎得直翻白眼 但是当着唐凤书的面 又不好发作 只得暗起暗憋 唐凤书请乞丐坐下 说道 你坐一会儿 我这就给你拿钱去 说吧 唐凤书转身进去了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唐凤书端出来一袋肉饼 还有一串铜钱 递给了乞丐 说道 这些你先拿着 别嫌少 我店子的生意不景气 现在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乞丐毫不客气 抓起肉饼跟铜钱 大大咧咧的头也没抬 大摇大摆的就走了 伙计心里这个器友 就埋怨唐凤书说道 掌柜的 你看看 他那负责性 你就不该给他钱 就算喂狗 狗还要朝你咬几下尾巴呢 再说了 我们店子很久都没有开张了 你倒好 一出手就是一吊铜钱 够我们吃几天的了 唐凤书呵呵一乐 回道 算了 算了 他是个可怜人 谁有吃有喝的 愿意出来讨饭呢 好了 坐视去吧 伙计见唐凤书不为所动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两天 唐凤书正在店里翻看账簿 忽然外面一阵嘈杂 人声鼎沸 唐凤书抬头一看 只见人群如同潮水一般 急速地朝东街涌去 唐凤书闹懵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拉住一个人问道 小哥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人回道 你还不知道啊 越来客栈来了一个 卖翠玉元石的买卖人 听说 这翠玉元石带得出奇 大伙都瞧热闹去了 说吧 那人飞快地跑了 唐凤书听到这里 心里咯噔一下 心说 自己就是做玉器生意的 这翠玉元石 如果真的是个好货 我若买来 说不定店铺 就能够起死回生啊 想到这里 唐凤书就对伙计说道 快 把店子关了 我们看看去 哎 好嘞 伙计心里早就痒痒了 有热闹谁不想去看呢 唐凤书带着伙计 来到了越来客栈 客栈的大厅 早就里三层外三层 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 唐凤书好不容易挤了进去 只见正中央的位置 坐着一个标形大汉 这人长得是虎背熊腰 气度不凡 在大汉的身后 放着一块红色的大石头 这大石头 有半人来高 通体者红色 但又泛着浅浅的绿光 煞是好看 唐凤书环顾四周 只见县城所有古董店的掌柜都来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块原石 眼里满是贪婪的目光 这么大一块原石 说不定里面就藏着一块硕大的翡翠 谁不眼馋啊 这时候 有人就问大汉 你这原石从何而来 怎么卖啊 大汉朗声回道 这块原石是从乌龙河畔打捞上来的 一口价 五千两银子 啊 五千两银子 众人听罢 发出一阵惊呼 五千两银子 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暂且不谈谁那么有钱 能够一下子拿出五千两银子 就算有钱买下这块原石 还冒着巨大的风险力 买原石在玉器行里有句老话 叫隔山打老牛 因为翠玉深藏在原石里面 谁也看不见 不知道这翠玉的大小怎样 成色如何 这就要赌运气了 如果运气好呢 切开原石 能够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翠玉 一夜报复 如果运气不好 花五千两银子 拿回去切开之后 里面嘛也没有 就是一块一文不值的大石头 那就要赔得倾家荡产了 所以这么多人只是眼睛不眨地看着 谁也不敢轻易出手 唐凤书仔细端向了半天 心里也没谱 这要万一看走了眼 就得赔个底调啊 但是原石里面 如果真有一块价值不菲的翠玉 那可就发财了 这辈子再也不愁了 正当唐凤书左右为难的时候 忽然感觉身后有个人在拉他的衣袖 唐凤书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天来店里讨饭的乞丐 乞丐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唐凤书当即就是一愣 你找我有事 乞丐压低声音回道 唐掌柜借一不说话 说罢将唐凤书带到了客栈外面的小巷里面 还没等唐凤书开口 乞丐笑嘻嘻地说道 唐掌柜 你是不是看上了那块原石 唐凤书见自己的心思被看穿了 也没有隐瞒 于是回道 的确如此 但是我不知道这原石里面究竟有没有翠玉 一直拿不定主意啊 诶 这有何难 我来帮你 你 唐凤书疑惑地看着乞丐 唐掌柜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原石硕大无比 质地坚硬 肉眼凡胎 谁也看不清楚 里面有什么 你怎么帮我 嘿嘿 这难不倒我 说吧 乞丐拿出一只狗尾花 递给了唐凤书 说道 唐掌柜 你拿着这只狗尾花 再进去看那块原石 包你看得一清二楚 这 这能行吗 放心吧 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话音刚落 乞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唐凤书将信将疑 拿着狗尾花进了客栈大厅 只朝原石看了一眼 就立马拉着伙计往外走 催促道 走走走 快回家去 伙计闹愣住了 我说掌柜的 这么着急 回去干什么呢 不再多看一会儿吗 来不及了 我要回家筹钱 买下这块原石 啊 掌柜的 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块原石要五千两银子 还不知道原石里面 有没有脆欲呢 这要万一看走了眼 可就陪大发了 唐凤书正色道 你看 我想开玩笑吗 快走 伙计不敢多说话了 老老实实跟着唐凤书回去了 唐凤书回到家之后 就对媳妇阿玲说道 娘子 快 快把房契拿来 阿玲听罢就是一愣 相公 你要房契干什么 我看上了一块翠玉元石 我要筹钱买下它 要多少钱啊 五千两银子 啊 五千两银子 相公你疯了 万一你看走了眼 我们可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这次绝不会看走眼 阿玲知道唐凤书的脾气 他认准的事情 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再者说了 唐凤书做事一向沉稳谨慎 他绝不会冒着巨大风险 去干没把握的事情 阿玲没有多说 就把房契交给了唐凤书 唐凤书拿着房契来到了富华钱庄 富华钱庄的刘掌柜 是唐凤书父亲生前的好朋友 两家的交情匪浅 唐凤书将房契递给了刘掌柜 说道 刘掌柜 这是我家的房契 我拿房契做抵押 找您借贷五千两银子 如果半年之内 我还不了银子 这房子就归您了 刘掌柜听罢 不免有些担忧 回道 大侄子 你急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刘大叔 不瞒你说 我看上了一块翠玉原石 我要买下这块原石 这 大侄子 你这也太冒险了吧 万一你看走了眼 别说赚钱 你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谢谢刘大叔的提醒 我看好了 这次准没错 刘掌柜见唐凤书已经打定主意 也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收下房契 给了他一张五千两银子的银票 唐凤书带着银票赶到了客栈 那些人围着翠玉原石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可没有一人敢下定决心说要买 唐凤书竟直走到大汉跟前 啪的一声 把银票拍在桌子上 朗声说道 这块原石我买了 话音刚落 这下面就开锅了 围观的人七嘴八舌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唐凤书疯了 花五千两买一块石头 万一赔了怎么办 还不得投江自尽啊 还有人说 唐凤书这是想钱想疯了 他的店铺快开不下去了 他急于大赚一笔 盼着发笔横财翻身理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唐凤书压根就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雇了一辆大车 又喊来几个壮汉 把原石搬上车运回了家 原石运回来之后 就得切开原石 去掉原石外面的杂志 取出里面的翠玉 让翠玉完全显露出来 而且翠玉不能有一点损伤 这门绝活 在行里叫开翠玉 开翠玉可是个技术活 一般的人干不了 要说全城开翠玉最有名的老师傅 就得算西城的老师傅 王丰灵了 王丰灵今年七十挂灵了 干这一行快五十年了 他开过的原石不计其数 而且无意失手 王师傅手艺绝佳 但是脾气也大 你请他干活 得看老爷子高兴不高兴 他要高兴了 万事好商量 工钱更不在话下 但是万一老爷子不高兴了 就算你送他一座金山 也未必请得动他 果然唐凤书带着厚礼登门说明来一吼 王师傅就端起了架子 冷冷地说道 凤书啊 你说的那块原石 我早先去客栈看过 想不到你后生可畏 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竟然花五千两银子买下了原石 我真是佩服你的魄力啊 佩服佩服 不过开翠玮这活 我很久都没干了 哎 人老了 不中用了 老眼昏花 手也不听使唤了 万一失手毁了你的东西 我可赔不起啊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说吧 王师傅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唐凤书见王师傅不肯出手 也没有气恼 恭恭敬敬回道 啊 王师傅多有打扰 那我先告辞了 您歇着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这块大原石就安安静静地躺在唐凤书的家里 他没让任何人动他 娘子阿玲有些沉不住气了 对唐凤书说道 相公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 这都过去好几个月了 你要再不切开原石 取出翠玉卖掉 我们的宅子就要被收走了 唐凤书劝慰道 娘子莫及 我自有打算 过了几天 唐凤书得到一个消息 王师傅老伴的哮喘病犯了 这次犯病特别严重 什么药都不见效 郎中说了 非得一支百年人参入药 才能够治好尊夫人的病 王师傅发愁了 钱自己有的事 可到哪去买这百年人参 正当王师傅为此发愁的时候 唐凤书拿着一个红色的锦盒来了 唐凤书打开锦盒 取出了一支人参 对王师傅说道 王师傅 我知道你在为夫人的病体发愁 这是我父亲流传下来的 人参 不敢说是百年人参 但也差不了多少 请您笑纳 这 王师傅一时感动不已 唐凤书从进门就没提前的事情 更没有说情他开脆眼 看来这个小伙子的确不错 值得一交 有了这支人参入药 果然立竿见影 王师傅老伴的哮喘病 很快就好了 这次没等唐凤书开口 王师傅就主动找到了唐凤书 说道 凤书啊 啥也不说了 来吧 打开场子 我来开脆眼 哎呀 太谢谢王师傅了 要不我给您开一桌宴席 等您吃饱喝足了 再动手不迟啊 哎 凤书啊 这你就不懂了 开脆眼讲究的是眼力尽 我万一喝醉了 手直哆嗦 还怎么干活呀 一句话把唐凤书逗乐了 他也就不再客气了 于是把王师傅请到了客厅 这里宽敞明亮 地方也大 干起活来敞亮 在看王师傅小心翼翼 用凿子锤子敲开原石 一点一点敲掉杂志 众人目不转睛地看着 大气都不敢出 要说王师傅的手艺堪称一绝 开了脆眼的原石 在他手中立刻有了灵气 只见两个枕头般大小的翠玉 刹那间显现了出来 翠色如波 亮丽夺目 整块翡翠石被他映射的晶莹绿透 闪闪发亮 众人看到这里 发出一阵惊呼 王师傅笑吟吟地对唐凤书说道 凤书啊 你这次可发达了 我开脆眼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硕大 橙色这么好的翡翠啊 谢谢王师傅 唐凤书心里乐开了花 拿出重金筹谢了王师傅 王师傅只拿了两钉银子 说道 凤书啊 我是看在你为人实在 才出手开脆眼的 这两钉银子 全且当作手工费吧 换作别人 就算拿一盘金条放在我面前 我也未必肯动手啊 是是是 多谢老爷子 唐凤书随后请来了县城最好的工匠 用这块硕大的翡翠 做成了三尊福禄兽的雕像 两对玉麒麟 一颗翠玉白菜 这几件玉器巧夺天工 流光溢彩 溢溢生辉 叫人看了爱不释手 唐凤书把这几件玉器 往店铺里面一摆 就立刻引来了大批有钱的主顾 唐凤书得到绝佳翠玉的消息 早就在县城里面传开了 谁不想来开开眼啊 所以这时候都赶来看热闹 福禄兽的雕像栩栩如生 精美绝伦 刚好有个有钱的财主 过六十大寿 他开口就是两千两 直接买下了那个老兽星的雕像 没过几天 又有一个大圆外 买走了那对玉麒麟 这对玉麒麟脱手 唐凤书就已经赚回了 买原石的成本 他当即拿着银子来到钱庄 赎回了自家的房契 交还给了娘子阿玲 还幽默地说道 娘子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 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会露宿街头了 一句话把阿玲逗得哈哈大笑 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唐凤书遇气垫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赚了个盆满钵满 转过年 阿玲又给唐凤书生了个大胖小子 唐凤书出为人妇 高兴的是何不拢嘴 在孩子满月那天 他在府里大摆宴席 宴请邻居街坊四方宾客 正当唐凤书与宾客把酒言欢 喝得尽兴的时候 伙计来报 掌柜的 外面有一位公子求见 说是你的老相识 哦 老相识 唐凤书听到这里就是一愣 赶紧出门迎接 只见眼前站着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公子 但见这位公子 见眉心目 眉分八彩 从内到外流露出超然脱俗的非凡气质 唐凤书看了就是一愣 请问你是 公子呵呵一乐 我说唐掌柜 你真是贵人多妄事啊 你再看看我是谁 唐凤书又仔细端详了半天 这回终于认出来了 你是那个乞丐 你 你怎么 我怎么这副打扮对吧 唐掌柜 不妨告诉你实情 我本是茅山悬崖道长的大弟子 法号明慧 我跟随师父学艺十年 学得开演咒 那次下山路过县城 我想试一试 这开演咒是否灵验 就假扮乞丐 想找一个品行端正 心底善良之人试验一番 我到你店里乞讨 唐掌柜不但没有嫌弃 还送我肉饼跟铜钱 可见你心底善良 是我要找的人 我这才决定帮你 那天你在客栈看到翠玉原石 因为看不到原石里面有无翠玉 而迟迟不敢买 我这才施展开演咒 帮你看清原石里面有无翠玉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唐凤书听罢恍然大悟 怪不得我拿着狗尾草进去 一眼就看清了 原石里面果然有枕头般大小的翠玉 我这才下定决心 买下原石 原来是公子在暗中相助啊 多谢多谢 说吧 唐凤书就要失礼 明慧道长拦住了 回道 唐掌柜 不要谢我 是你的善心帮了你 好了 我今天是来维令郎庆贺满月的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说吧 明慧拿出一个亮光闪闪的长命锁 递给了唐凤书 唐凤书刚刚伸手接住长命锁 明慧眨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等唐凤书追出来 他早已不见了踪迹 江南有一座嘉善小城 衣衫傍水 古朴优雅 自古就是繁华之地 这天城里来了一个北方的戏班 班主姓谭 人称谭班主 他手下有两个得意的弟子 一男一女 男徒弟名叫谭济明 女徒弟名叫阿盈 是一对处在热恋之中的恋人 听说谭家班在黄河以北 名号叫得挺响 所以自从他们来到嘉善之后 来请他们唱戏的主顾 那是络绎不绝 这天一大早 谭班主正带领两个徒儿排练 忽然打门外 走进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 男人恭恭敬敬递上了请柬 说道 谭班主 我是奉老爷之命 送来请柬 望您肯赏脸 谭班主打开请柬一看 原来是县城的大财主 刘子豪过六十大寿 请谭家班去唱三天的堂会 谭班主一看到刘子豪三个字 心里咯噔一下 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略带歉意地回道 管家 真是对不住 我们已经应了别人 刘财主的堂会 我们去不了啊 管家冷笑一声 冷冷地回道 谭班主 你出来乍到 还不认识我们刘老爷吧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刘老爷是县城 鼎鼎有名的大富豪 县太爷是他的把兄弟 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你要不赏脸 以后就别想 在县城唱戏了 管家这话软忠待应 按带威胁 谭班主赶紧满脸陪笑 那好 我们把上一家主顾给推了 答应去唱刘老爷的堂会 你看这样行吗 哎 这还差不多 管家听罢 得意洋洋地走了 等管家走远了 谭济明说道 师父 我们根本没有戏约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哎 你不懂 谭班主叹了一口气 默默地转身回屋了 过了几天 谭班主带领谭济明 阿盈来到了刘彩主的庄园 好家伙 这下让两个年轻人开眼了 刘彩主的庄园 不下有数百亩 亭台楼阁 雕龙画缝 装饰得相当豪华 刘彩主这次过寿 不光请了谭家班 还请了别的戏班子 有唱大戏的 有玩杂技的 还有变古彩戏法的 煞是热闹 谭济明 阿盈平日里一老待在戏班 很少出门 这次进了刘府 真是大开眼界 两只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可谭班主面色阴郁 眉头紧锁 将两个徒儿关在了房中 说道 没有我的允许 你们哪里也不准去 阿盈一听就急了 为啥呀 师父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你把我们关在房里 这不比坐牢还难受吗 谭济明也附和道 师父 看你愁眉不展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哎 我这么做 自然有我的道理 总之不要你们出门 是为了你们好 两个徒儿还想说什么 忽然管家走进来了 笑嘻嘻地说道 谭班主 我们老爷有请 谭班主起身 跟着管家往外走 突然回头 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们两个就待在房里 哪都不准去 见师父语气严厉 谭济明 阿盈不敢忤逆 只得乖乖地待在房里 谭班主走进刘财主的房中 他已经等候多时了 看到谭班主进来 刘财主立马笑脸相迎 谭贤弟多年不见 一向可好 哼 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 还不是被你找到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好 我就喜欢快言快语 二十年前 我们合作的天衣无缝 现在就不能再合作一把吗 痴心妄想 你也不看看 我现在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能去做那种事情呢 哎 我知道你做不了 不过你的徒弟谭济明 可以做呀 混账 他还是个娃娃 你要敢打他的主意 我绝饶不了你 谭班主一甩袖子 怒气冲冲回了房间 焦急地喊道 徒儿 快 快收拾行李 离开这里 师父 你这么着急 要带我们去那里呀 来不及解释了 快逃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谭班主带着谭济明 阿营兴冲冲往外逃 不料刚刚走到大门口 就被护院家丁拦住了 家丁把钢刀一亮 吏声喝道 呆 干什么的 回去 回去 刘老爷发话了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离开庄园 一行人无奈 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房中 谭济明急了 就说道 师父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一直瞒着我 难道现在还不肯说吗 这 谭班主脸上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脸上露出了万分痛苦的神情 他犹豫挣扎了好半天 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回道 哎 隐瞒了你们这么多年 是该把真相告诉你们了 原来二十年前 谭班主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小子 争强好胜 爱出风头 有一回 他跟几个戏班的师兄弟在河边练功 他为了显摆自己的能耐 就玩了一手水上挑的绝活 这绝技可厉害 就是在河面上放几块木板 谭班主踩着木板 能够从河岸的这一头飞到河岸的对面去 谭班主的精彩绝技 赢得围观群众的振振喝彩 这时候就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 谁呢 就是刘子豪 当年的刘子豪是一个江阳大盗 他一看谭班主这身轻功 眼前灯石一亮 于是想拉他入火 说道 小兄弟 你有绝技傍身 唱大戏岂不可惜了 干脆跟着我干吧 保你发大财 银子女人有的是 谭班主得知 刘子豪要他当贼 入室盗窃 当然不干了 立刻就拒绝了 拿晓得刘子豪心狠手辣 当即就绑架了 谭班主的小师妹 威胁道 你干不干 你要不答应 我把小师妹先奸后杀 谭班主心底善良 不愿连累他人 只得寒如忍垢 成为了刘子豪的同伙 白天 谭班主在戏班唱戏 到了晚上 他就换上夜行衣 翻墙越户 进入到有钱的人家盗窃 刘子豪事先已经踩好了点 哪家有钱 钱放在什么地方 都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谭班主屡屡得手 为了不被人认出来 他每次作案的时候 都带着一副鬼脸假面 所以人称鬼面大道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谭班主为刘子豪盗窃珍宝无数 但自己却陷进了深深的自责 和悔恨之中 有一回 谭班主潜入到一位 韩姓的园外家盗窃 不料惹上了人命 害得韩园外家破人亡 谭班主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趁着夜色偷偷溜走了 逃到了非常天远的一个地方 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 直到很多年之后 见刘子豪没有追来 谭班主这才重新组建了谭家班 过上了以唱戏为生的正常生活 听到这里 谭济明、阿盈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 养育自己多年的师父 竟然是臭名昭著的鬼面大道 过了很久 谭济明才缓缓说道 师父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提他干什么 再者说了 当年你也是被逼迫的 在那种情况下 也不能全都怪你啊 济明啊 话虽这么说 但我毕竟有罪啊 这次刘子豪 请我们来唱堂会是假 他要胁迫你当鬼面大道 才是真啊 济明 为师当年走错了一步 令我悔恨终身 我不能再让你走我的老路啊 放心吧 师父 我心里拎得清 这一晚 谭济明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 他刚刚起床 管家领着两个手持钢刀的打手 气势汹汹闯了进来 指着他 贺道 谭公子 我们老爷有请 说吧 架起他就往外走 谭班主急眼了 急忙上前阻拦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带他去哪里 一个打手狠狠推了谭班主一把 骂道 妈的 别给脸不要脸 你要再抄抄 对你不客气 谭济明被带走后 谭班主 阿营 心如油烹 急得是团团转 但如今在刘子豪的地盘里 他们是毫无办法 过了很久 管家独自一人回来了 冷冷地对谭班主说道 你和阿营姑娘 可以走了 啊 那谭济明呢 他人在哪里 哼 他已经答应了刘老爷 要为他效力 我不信 你们在骗我 让我去见他 让我去见他 妈的 你也不看看 这里是什么地方 敢在这里闹事 来人哪 把他轰回去 话音刚落 冲进来几个飙行大汉 连拖带拽 将谭班主 阿营赶出了庄园 砰的一声关上了院门 谭班主顿时犹如万丈悬崖 一脚灯空 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回来之后 谭班主无时无刻不为谭济明的安危担忧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天城门口贴出了通缉令 谭班主上前一看 煞内奸眼前一黑 差点避过气去 原来通缉令上写着 前几天 城里一位大财主家遭窃了 损失惨重 金银珠宝丢失无数 有目击者看到 盗贼身穿夜行衣 头上戴着一个鬼面 但凡知道这鬼面大到下落的 即刻去衙门报案 重重有赏 有知情不报 或者藏匿凶犯的 严惩不待 谭班主心里清楚 这个鬼面大到 肯定就是徒弟谭济明 但如今他已经背叛失门 当了盗贼 自己这个做师父的 是拿他一点办法 也没有 短短几个月 县城就有十几个父户 家里遭窃了 煞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尤其是那些有钱的人家 一到晚上就大门紧闭 加强了巡逻警戒 就算是这样 仍然防不住鬼面大到 此人来无影去无踪 神出鬼没 只要他盯上的人家 没有一家能够倖免 可以说是屡屡得手 谭班主得知这些消息后 心如刀脚 他不愿看到 徒儿越陷越深 难以自拔 这天拉着阿营 就来到了刘子豪的庄园 再看刘子豪一脸的得意 趾高气扬地说道 谭贤帝 俗话说 时时务者为俊杰 我叫你跟着我混 多好啊 你偏不听 你看你徒弟如今跟了我 日子过得多滋润啊 谭班主气得咬牙切齿 他压根没有搭理刘子豪 用手点指谭记名 吏声喝道 业障 你要还认我这个师父 就跟我回去 要不然我就将你逐出师门 再看谭记名镇定自若 面无表情地回道 师父 对不住了 恕我难以从命 从今往后 你走你的阳关大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谁也不欠谁的 你 谭班主听罢 简直气炸了凶肺 这时候 一旁的阿盈伤心欲绝 泪眼婆娑地说道 师兄 你好狠心 难道说 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 说断就断了吗 哼 师妹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对你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你又何必当真呢 我现在有的是钱 身边的女人多的是 还会在乎你吗 你 你无耻卑鄙 阿盈听罢 悲愤万分 无起脸哭着跑了 谭班主重重叹了一口气 急忙追了上去 话既然已经说到 这份上了 就没有必要再挽留了 谭班主彻底死了心 带着阿盈离开了家善 这个伤心的 去往了外地 日子过得飞快 一晃过去了半年 到了寒冬腊月 外面滴水成冰 寒风呼啸 冷得邪乎 谭班主带着阿盈 住进了绍兴县城的一家小客栈 客栈虽说不大 但是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大伙都着急赶路 争取在年前赶回家 谭班主叫了一荤两宿几个热菜 和阿盈在大厅里边吃边聊 旁边一桌是几个皮货商人 点了一大桌菜 几人吃得热火朝天 聊得正起劲 嘿 你听说了吗 加上县城最近出了一件大案子 哦 不知你说的是哪件案子 你还不知道啊 城里都传开了 县城首富刘子豪死了 什么?刘子豪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嘿嘿 稀奇就稀奇在这上面 听说刘子豪被人灌醉了 扒光了衣服之后 扔在了坟地里 是被活活动死的 等被人发现的时候 人都动成冰棍了 该 活该 这种人死得好 多死几个才好 我可听说了 这个刘子豪为父不仁 残暴奸诈 平日里做尽了坏事 城里老百姓都恨透了他 阿盈听到这里 猛地张大了嘴巴 惊讶地说道 师父 他们说的刘子豪 不就是师兄的? 最后几个字还没有说完 谭班主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须不要声张 快随我回房 等回到房中 阿盈急切地问道 师父 你方才为什么不让我说完? 嘿嘿 傻丫头 那里人多眼杂 小心你的话 被别有用心的人听了去 我有一种预感 很快就有你师兄的消息了 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傻丫头 为师的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了 早点睡吧 晚上过了三更 谭班主躺在床上睡得正香 忽然窗外人影晃动 谭班主那也是练武之人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眼力好着力 他当即喊了一声 谁? 黑暗之中 就听见嗖的一声 一个东西飞进了屋里 谭班主疼得一下坐了起来 翻身下床 点亮了蜡烛 借着烛光一看 只见床头定着一支飞镖 飞镖的箭头 还定着一封信 谭班主拔下飞镖 展开信一看 顿时百感焦急 老泪纵横 信是谭继明写的 他在信里续说了一段曲折离奇的伤心往事 原来谭继明真名叫韩良 他就是二十年前 谭班主偷盗的那家韩园外的儿子 当年韩园外的夫人刚刚离世 夫人临终前有个遗愿 就是希望死后回到老家安葬 韩园外为了满足夫人的遗愿 就凑集了一笔钱 准备将夫人入恋后 运回老家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鬼面大道潜入了家里 将家里的钱财洗劫一空 韩园外刚刚丧妻 如今钱财尽失 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煞时一病不起 狠开就撒手而去了 那时候的韩良不过五岁而已 成了孤苦无一的孤儿 韩服里面有个忠心耿耿的老家仆 名叫韩服 韩服心底良善 依靠卖苦力 抚养韩良长大 韩服是个戏迷 对唱戏也是略懂一二 有一回他看了谭班主的演出 就看出了端倪 这个谭班主 怎么跟传说中的鬼面大道 那么像啊 可没有真凭实据 也只能是怀疑而已 恰好那个时候 谭班主正在收徒 韩服就把年幼的韩良 送到了他那里 拜了谭班主为师父 韩服嘱咐韩良 好好跟着师父学系 另外交代韩良 务必查清师父的身份 看看他究竟是不是鬼面大道 谭班主这些年 尽心尽力传授谭济明 阿营记忆 根本没有做坐监犯科的事情 谭济明还以为是韩服 看走了眼 师父这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是大道呢 直到那天晚上 谭济明一行人被困在了刘子豪的庄园 眼看出不去了 谭班主这才抖出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 谭济明听罢 顿时怒火中烧 恨不得手撕了谭班主 替父亲报仇血恨 但是冷静一想 不行啊 不能这么做 老话说 冤有投债有主 当年谭班主是被刘子豪胁迫的 刘子豪才是幕后的真凶 要杀也应该是杀掉刘子豪 但是刘子豪身边保镖众多 戒备森严 想要取他的性命 绝非易事 就在这么个时候 机会来了 刘子豪主动找到了谭济明 要拉他入伙 谭济明想都没想 立马就答应了 他扮作鬼面大道 连续作案竖起 为刘子豪赚了不少钱 刘子豪很是满意 那天 谭班主 阿盈来劝他回头试案 谭济明故意装出 冷血无情的丑陋嘴脸 那是为了麻痹迷惑刘子豪 就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刘子豪果然上当了 他以为谭济明彻底变坏了 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心腹 谭济明眼看时机成熟 这天假意请刘子豪到郊外去吃野味 刘子豪不知是计 就跟着去了 谭济明用酒灌醉了他 而后扒光了他的衣服 将他扔在了冰天雪地里面 刘子豪作恶一生 最后落了个被活活冻死的下场 那也是罪有应得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谭班主看罢书信 又被诱喜 悲伤的是 他错怪了徒儿 还把他逐出师门 高兴的是 如今真相大白 知道徒儿是无辜的 环抱了杀父之仇 替他高兴啊 谭班主抹了一把眼泪 高兴地说道 阿盈啊 走 找你师兄去 找我师兄 师父 我们能找到他吗 能 一定能找到 只要人的良心还是红的 就一定能找到 广安县城有一户人家 主家姓黄 黄老汉早已过世了 留下老伴和儿子黄康 眼瞅着儿子长大成人了 黄母张罗着给儿子娶了一房媳妇 说的就是邻村的姑娘灵妹 要说灵妹这个新媳妇 真是没话说 自从嫁到黄家 对丈夫是体贴入微 对婆婆是孝敬恭顺 乡亲们见了 都挑起大拇指称赞 罢了 灵妹这个媳妇 那是打着灯笼 都难找的好儿媳啊 灵妹和黄康结婚后 小两口恩恩爱爱 日子过得非常甜蜜 这不 眼看着灵妹的肚子 一天天大了起来 就快要分娩了 这天早上 灵妹正在洗漱 忽然感到腹痛如骨 痘大的汗珠 就顺着面颊往下流淌 黄母毕竟是过来人 一看就知道儿媳要生娃了 赶紧请来了接生婆 接生婆进入礼屋 黄母将烧好的热水 干净的毛巾一一备好 送进屋里 而后就和儿子黄康 在屋外交集地等候 正当黄母和黄康 在屋外急地团团转的时候 突然屋内传来了婴儿 响亮的啼哭声 一个婴儿孤孤坠地 接生婆接过婴儿一看 灯石经的目瞪口呆 只见这个女婴 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看了令人甚得慌 接生婆替灵妹收拾妥当 黄母赏赐了她一些银钱 接生婆道谢过后 就匆匆离开了 黄母和儿子黄康 本来期盼媳妇生个儿子 一看生了个女儿 就十分不满 在看到婴儿丑陋的面庞后 就越发厌恶了 黄母竟然要狠心地 将女婴扔掉 女儿再怎么丑陋 那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啊 灵妹登时泪珠连连 苦苦哀求婆婆 留着可怜的孩子一命 黄母立声说道 要想留下她 以后你自己养 我可不管 说完转身离去了 就这样 女婴被留了下来 灵妹给女儿取名 叫做惠仪 希望她聪慧过人 善解人意 婆婆和丈夫 都不愿意伺候灵妹做月子 灵妹只有拖着虚弱的身子 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 还得操持家务 由于月子里太过劳累 灵妹落下了病根 每到刮风下雨的天气 就会感到一阵阵腰疼 有那么句话 女本柔弱 为母则刚 灵妹愣是在婆婆 和丈夫的冷眼下 一手将女儿惠仪拉扯大了 转眼之间 惠仪已经长到六岁了 黄母天天盼着抱孙子 可是一晃几年过去了 灵妹却再也没有怀孕了 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 黄母愈发对儿媳灵妹不满 天天指桑骂怀 在儿子黄康面前挑拨是非 闹着家中鸡犬不宁 儿子黄康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辈 很快就和村里娇艳妩媚的贵寡妇 勾搭在了一起 不多时就把贵寡妇的肚子搞大了 贵寡妇挺着个大肚子 跑到黄家吵闹 要黄母给个说法 黄母见了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很是高兴 如果贵寡妇能够生个儿子 那黄家不就有后了吗 于是黄母狠心将灵妹母女赶出了家门 这时候 灵妹的娘家已经没人了 时值寒冬时节 外面大雪纷飞 北风呼啸 灵妹带着年幼的会议走了一整天 水米未尽 感觉又冷又饿 走着走着 灵妹突然觉得眼前一黑 瞬间就倒了下去 等灵妹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床上 身上还盖着暖和的棉被 眼前站着一个面向忠厚的男人 灵妹灯时就是一惊 急忙问道 这是哪里 我的孩子呢 男人微笑地说道 别怕 这是在我家 我看见你晕倒在门口了 这才把你背回来 放心吧 你的女儿正在院里玩耍呢 灵妹顺着男人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惠仪正在院里 和一只小花狗嬉戏打闹 玩得正起劲 灵妹这才放下心来 赶紧致谢 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原来这个男人名叫刘大春 是个泥瓦匠 今年已经三十岁了 因为有些驼背 所以一直没有娶到媳妇 今天刘大春本来要去张元外家盖新房 可是到了张元外家 张元外说 今天雪下得太大了 改天再来吧 就这样刘大春只得回了家 不想刚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到了倒卧在家门口雪地里的灵妹 刘大春吓了一跳 一摸灵妹的鼻息 还有口热气 于是赶紧将她背回了家中 升起了火炉 又拿来厚棉被给灵妹盖上 这才将她救火 刘大春就问 妹子 这么大雪天 你带着孩子要到哪里去啊 灵妹听罢 顿时感觉万分委屈 气不成声 就把自己被婆婆赶出家门的经过 叙说了一遍 刘大春听完灵妹的叙述 气愤不已 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恶毒的婆婆和丈夫 再怎么说 这也是你们皇家的媳妇 那会仪式你们皇家的血脉 这么冷的天 你们将她们母女赶出家门 还有没有一点人味 刘大春安慰灵妹 说道 你到了这里 就只当是到了自己家 我家的日子虽然不宽裕 但是多添两双筷子 还是可以的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就绝不会让你们母女两人挨饿 听到这 灵妹自是感激不已 当即就要跪倒磕头 被刘大春一把给拦住了 就这样 灵妹带着会仪 在刘大春家住了下来 刘大春一大早就出门干活 灵妹则在家操持家务 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做好了饭菜 等着刘大春回来一起吃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 刘大春终于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她发觉灵妹不仅温柔贤惠 而且心底善良 就对她有了好感 这天晚饭后 刘大春鼓足勇气 对灵妹说道 大妹子 你若是不嫌弃 就嫁给我吧 我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 疼爱你的孩子 你意下如何 灵妹听到这 又惊又喜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发觉刘大春是个忠厚之人 不仅她是肯干 而且脾气温和 特别会疼人 有这样的好男人托付终身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于是 灵妹答应了刘大春的求婚 则良辰即日 灵妹和刘大春拜堂成亲 乡亲们纷纷赶来祝贺 小两口结婚后 恩恩爱爱 日子过得非常甜蜜 刘大春虽然是个大老爷们 但是心细如发 将灵妹母女两人 照顾得无微不至 从来不让灵妹干重活 对惠仪就像亲闺女一般好 转过年后 灵妹竟然发现自己游喜了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年底的时候 灵妹给刘大春生了个大胖小子 这下可把刘大春高兴坏了 出门干活 越发有干劲了 刘大春虽然有了儿子 但是没有说特别偏爱儿子 就带惠仪不好 反而更加宠爱这个闺女 灵妹见了 心中自然是欢喜 岁月如梭 光阴四溅 一晃十年过去了 转眼之间 惠仪就出落成了一个 亭亭玉丽的少女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只是因为脸上有胎记 所以不好找婆嫁 后来说山里有护人家姓道 邓老汉有个儿子名叫邓家伟 因为家里太穷 一直娶不上媳妇 他不嫌弃会以脸上的胎记 愿意娶她过门 灵妹听说了 自然是高兴 于是就替女儿答应了这门亲事 到了成亲这天 灵妹正在家里为女儿会衣梳妆打扮 为她穿上了鲜红的嫁衣 这会儿在为她梳头的功夫 忽然门外来了一个邋遢道人 进屋就讨要饭食 只见这位道长身高七尺 长得是鹰迪深木 相貌奇特 再往身上看 一件深蓝色道袍脏乱不堪 不知道穿了多久 都不曾洗过了 道长进门就向灵妹失礼 恭喜恭喜 看来你家今天是小女出阁了 贫到这里贺喜了 灵妹请道长落座 不一会儿就端出了香喷喷的饭菜 请道长享用 道长也没有客气 风卷残云 一扫而光 吃罢过后 抹了抹嘴 说道 施主 谢谢你的款贷啊 可是我后面还要赶路 现在是吃饱了 过一会儿 肯定又要饿了 你就好人做到底 给我烙几张饼子带上 我在路上吃 灵妹的儿子听见了 灯食火气 贺道 你这老道 好不知趣 我家招待了你一顿饭食 就已经人质易尽了 哪有像你这样连吃带拿的 说吧 就要赶道长走 慧一赶紧起身拦住了弟弟 说道 不得无礼 转而对道长说道 道长切莫责怪 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我这就给你去做饼子 道长坐在椅子上 把二郎腿一翘 满不在乎的样子 说道 哎 你姐姐说的还像句人话 说吧 嘴里哼哼唧唧 哼唱起了小曲 不大一会儿 慧一将热乎乎的烙饼子包好 交给道长 轻声说道 道长 你拿好 留在路上吃吧 道长接过饼子 说道 谢谢了 小姑娘 说吧 转身就要走 刚刚走到门口 忽然转身回来了 拿出一个精美绝伦的玉镜瓶 递给慧一 说道 小姑娘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频道也没有好送的 这瓶玉露宝华水 虽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但是用它洗脸 可以令你神清气爽 精神换发 这样吧 就作为贺礼送给姑娘了 记住 一定要在新郎挑盖头之前 用它来洗脸 不可早用 也不可晚用 知道了吗 慧一接过玉镜庭 对道长千恩万谢 回道 我已经记下了 道长这才转身离开 忽然又折回来了 说道 你瞧我这记性 忘了跟你说了 今晚洞房花烛夜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 你一定要忍气吞声 受了多大的委屈 都得暗气暗憋 记住了吗 千万牢记在心啊 慧一连忙回道 放心吧 道长 我都记在心里了 道长这才满意地离去了 很快 新郎邓家伟 带人抬着花轿 吹吹打打 上门来接亲 将新娘慧一 接到了邓家 一对新人 拜完堂过后 新娘慧一 被送进了洞房 邓家伟的父亲 邓老汉 欣喜不已 今天是儿子 大喜的日子 邓老汉 养育这个儿子的时候 年纪已经很大了 老伴又走得早 自己辛辛苦苦 将儿子拉着成人 如今好不容易 熬到儿子娶媳妇了 那还能够不高兴吗 村里的父老乡亲 全都赶来喝喜酒 邓老汉自己厨艺不错 张罗了几桌好酒好菜 热情地招待大家 正当乡亲们落座吃饭的时候 门外来了一个穿着破破烂烂 蓬头垢面的乞丐 进门就说 恭喜恭喜啊 主家 我来讨杯喜酒喝 邓老汉是村里出名的大好人 赶紧回道 你稍等 我马上就给你去拿酒菜 乞丐却一把拦住了邓老汉 说道 我要坐席 和大家一起吃 村民们可不高兴了 这个乞丐真是不知好歹 给他吃得就不错了 竟然要坐席 邓老汉愣了一会儿 还是满脸陪笑 来的都是客 赶紧里面请 乞丐也不客气 大摇大摆走进了院子 坐在一张桌子旁边 同一桌的村民虽然厌恶 但是邓老汉已经答应了 所以他们也不好发作 强忍怒气 吃完了这桌酒席 吃完酒席之后 众人都忙着收拾桌子 乞丐却靠在墙根下面打盹 等大家都收拾妥当了 天色已经擦黑了 村民告辞之后 乞丐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又在邓老汉家里吃了晚饭 吃罢晚饭 邓老汉以为乞丐这会儿 应该要走了 乞丐却说 今晚我就不走了 就住在你家 邓老汉面露难色 说道 家里就一间屋子 那还是给儿子准备的新房 你若不嫌弃 就跟我一起住在柴房吧 乞丐一听 立即瞪圆了眼珠子 大声嚷道 那怎么能行 柴房怎么能够住人呢 今晚要睡就睡新房 邓老汉虽然生气 但是也不好发作 今天是儿子大喜的日子 为了图个吉利 还是答应了乞丐的要求 柴房里面有一张旧床 上面铺着厚厚的稻草 本来是邓老汉为自己准备的 现在迫不得已 只好让儿子儿媳睡到了这里 邓老汉则去村外的破庙里面 将就一夜 邓家伟知道这个事情后 费都要气炸了 自己的新房 那是新床新被子 现在却被脏兮兮的乞丐霸占了 心里越想越气 但是老爹做主 他又能够说什么呢? 再说惠仪 按照道长交代的 进入洞房后 倒出玉镜亭里面的玉露宝华水 清洗了面颊 然后静等新郎前来挑盖头 邓家伟走到新娘身边 他早就听说新娘脸上有块红色胎记 煞是难看 但究竟如何难看 自己毕竟没有亲眼见过 邓家伟忐忑不安地挑起了新娘的盖头 刹那间 惊得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惠仪看到新郎吃惊的样子 以为自己的容貌吓着他了 有些不安 说道 相公 我就长得那么难看吗 看把你都吓成什么样子了 邓家伟连连摆手 说道 娘子说的哪里话 是你的爵士美貌 令我惊讶不已 媒婆说 你脸上有胎记 原来是骗人的谎话呀 惠仪听到这 有些糊涂了 相公仅会拿我取笑 我自己的相貌 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相公说笑了 邓家伟有些急了 说道 娘子 我怎么会取笑于你 不信 你自己照照镜子 不就知道了 惠仪有些糊涂了 赶紧走到了镜子前面 这不照镜子则已 一照镜子 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只见镜中的自己面似粉色桃花 娇艳无比 鲜嫩欲滴 脸上的胎记早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惠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这才坚信自己脸上的胎记 的确是消失不见了 惠仪又惊又喜 这个困扰自己十几年的魔障 终于去除了 心中的烦恼 刹那间一扫而光 待惊喜过后 惠仪不禁困惑起来 道长送给他的究竟是什么宝物 怎么就有如此奇笑呢 他哪里晓得 这位邋遢道长 乃是一位世外高人 被人称为活神仙的御风道长 常年在御风山修炼 御风道长擅长医术 他送给惠仪的御露宝水 乃是用天山雪莲和天池里的千年海胆精炼而成 具有屈腐生机 重塑美颜之奇笑 有多少富家小姐要花重金 求得此宝物 御风道长不为所动 黄白之物 在道长眼中视如草灰 根本一钱不值 御风道长此番下山 就是专为杜奈有缘人 他探听得知 惠仪姑娘受脸上胎记所累 半是凄苦 眼见成婚在即 虽决定送他一段美满姻缘 也不枉费炼丹制药之苦 正当惠仪为自己突然变美高兴不已的时候 邓家伟却愤愤不平地说道 好好的动房叶 被一个臭乞丐给搅了 我这就把他赶走 我们到新房去睡 惠仪一听 立马拦住了相公 他忽然想起了道长交代的话 动房花竹叶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忍气吞声 于是对相公说道 今天是咱们大喜的日子 就当是积德行善 我们在这里将就一晚就可以了 邓家伟见娘子这么说 也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夫妻二人在稻草床上将就着睡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 邓老汉做好了早饭 见那个乞丐还没有出来 就对儿子说去把屋里的客人请出来吃饭吧 邓家伟应远而去 不一会儿 他慌慌张张跑过来 说道 爹爹 你快去看看吧 邓老汉见了 就是一愣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赶紧进屋 屋里哪还有什么乞丐的身影 只见床铺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上面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箱 邓老汉打开木箱一看 煞石精的木凳口呆 只见木箱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子 银子上面还有一封信 邓老汉展开书信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四句诗 一贩之恩不敢忘 奉上礼金一千两 家儿家父好姻缘 好似一对美鸳鸯 再看落款 写的是卢富贵 看到这 邓老汉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自己搭救过的卢富贵在报恩哪 原来一年之前 林县的商人卢富贵来到本地做买卖 不想货物全被雨水打湿了 不仅一文钱没有赚到 还赔光了所有本钱 卢富贵穷困潦倒 连回家的盘缠都没了 一路乞讨回家 不想饿了几天 这天晕倒在邓老汉家门口 邓老汉心善 就把卢富贵背回家中 用几碗热米粥救活了他 临走之时 还给了卢富贵一点盘缠 卢富贵回到家乡后 东山再起 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大赚了一笔 不仅将原来的损失补了回来 还攒了不少银子 这次卢富贵听说 救命恩人邓老汉的儿子结婚 就想拿出一大笔礼金酬谢 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他知道邓老汉是在实在人 自己当面送这么厚的礼金 邓老汉肯定不会接受 于是卢富贵假扮乞丐 演了一出戏 使了个障眼法 假意说要住新房 其实是在夜里 悄悄把礼金放在床上 然后天不亮就走了 有了这笔银子 全家人欣喜不已 到城里开了一家酒楼 还买了一座大宅子 邓老汉厨艺精湛 做出的菜肴风味独特 独树一帜 很快酒楼就创出了名声 城里的时刻慕名而来 酒楼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 邓家伟和惠仪每天忙个不停 但是看到每天赚的钱越来越多 也是开心不已 转过年 惠仪就给邓家伟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惠仪又把母亲一家 接来一起住 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 热闹无比 和和美美 其乐融融 惠仪的母亲更是活到九十三的高寿 才无疾而终 南宋纯夕年间 临安府杜泽镇往东北方向二三十里处有一个下溪村 这个村子前些年来了一个剃头匠叫王根生 村里的赵铁匠见他忠厚老实 便召他做了女婿 将自己的女儿银兰嫁给对方 王根生打小父母双亡 被一个剃头匠收养 自从收养他的剃头匠去世以后 王根生又变成无依无靠的孤儿四处漂泊 好在他跟着义父后面 学了一手养活自己的手艺 这才活到现在 赵铁匠在村里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长得五大三粗 平常人根本不敢惹他 他的女儿银兰 随父亲的性子 说话做事都大大咧咧的 眼里柔布的沙子 因此赵铁匠在挑女婿的时候 特意选了性格比较柔弱的王根生 毕竟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 总有一个人要学会迁就 生活才会安稳 自从王根生和银兰结婚以后 他在生活上处处迁就着对方 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 都是逆来顺受 从来不去抱怨和责怪 所有委屈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咽 可是时间一久 银兰却后悔了 她觉得丈夫的性格太过懦弱 别人欺负她总是不还手 甚至还笑脸相迎 他们每次出门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丈夫不争这口气 她还要面子呢 这一天 银兰在河边洗衣 被村里的无赖留三调戏 银兰气得拿起棒锤朝对方砸了过去 结果把刘三的鼻子砸出血 这一下倒好 刘三直接跑到赵家威上了 似活不肯走 刘三知道赵铁匠去年生了一场病后 便一直卧病在床 因此他有恃无恐 银兰见状把丈夫拉到一边说道 相公 你去把他赶走吧 别让他再赖在家里白吃白喝 王根生摇了摇头说道 娘子 你先动手打的人家 咱们理亏 让他在这里住下 我们也仅仅多添一双碗筷而已 他说话的时候 向那边趾高气扬的刘三看了一眼 正好对方也看过来 他下得赶紧眼神回避 银兰见丈夫这么没出息 气得一跺脚扭头就走了 这时候 刘三走过来 他巴掌轻轻拍在王根生的脸上 冷嘲热讽地说道 瞧你这怂样 连媳妇也不待见你 我看还是让给我算了 掰下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王根生侧身躲了一下 赶紧退了几步 低着头说道 刘三 打伤你这件事是我的娘子不对 不过你出言调戏在先 就算去了官府 你也得挨一顿板子 刘三见对方提到官府 心里也有些发慌 他故作嚣张地说道 别以为报官我就怕你 我挨了板子 你媳妇也没好果子吃 王根生从对方的眼里 看到了一丝忌惮 于是退了一步说道 刘三 你看这样 你调戏银栏在先 得赔三钱银子 王根生的话没说完 就见对方急了 于是接着说道 当然 我娘子打了你 我们应该赔你五钱银子 刘三扣着手指头算了一下 他笔划道 那你还得给我一钱银子 这是就算扯平了 王根生从怀里拿出两钱银子递给对方 说道 我给你两钱 以后可不许再欺负我家娘子 刘三见王根生如此大方 倒有些不好意思 他拍着胸脯保证道 既然根生兄弟讲义气 我刘三也跟你保证 以后村里有谁敢欺负银栏 那就是跟我刘三过不去 等刘三走了以后 银栏跑出来指着丈夫的鼻子骂道 瞧瞧你这个没出息的 他欺负我 你还给他银子 给就给了 干嘛要多一钱 王根生苦笑一声道 是我提出来的 他赔你三钱 你赔他五钱 刚好是二钱 刘三不会算数 咱们既然知道 肯定不能骗他 王根生觉得自己 没有做错什么 打小义父就教他 要做一个问心无愧 光明磊落的人 他心里一直记得义父说的那句话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在他看来 谎言就是一道口子 一旦打开 就难以堵住了 银兰才不听对方说的那些大道理 在他看来 谁欺负到自己头上 就欺负回去准没错 否则那些人就会得寸进尺 骑在自己头上撒尿 因为赵铁匠也跟他说过 两虎相争 你若他就强 输了以后 就得夹着尾巴做人 两人为此吵了一架 不过都是银兰在指着 王根生的鼻子在骂 而对方却忍心吞气 没说一句话 最后 银兰把王根生吃饭的家伙 往门外一丢 扯着嗓子喊道 你给老娘滚 别让我瞧见你这个没出息的 王根生被妻子赶出来以后 他挑着剃头担子 在村里晃悠 刚好又撞见刘三 两人寒暄了一番 刘三得知 王根生因为多给他一钱银子 被银兰赶出来 他有些过意不去 便说道 根生兄弟 你若不嫌弃 我家中或无简陋 就去我那里住上一阵子 等银兰气消了你再回去 王根生叹了一口气 事到如今 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他跟着刘三 回到对方家中 他晚上住在刘三家里 白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吆喝 那家有人需要剃头 他就停下来 他每天赚得不多 晚上回去时会带上一些韭菜 和刘三再一起喝上一点 这一天 王根生给村里小霸王西门庆剃头时 对方不想给钱 便故意找茬 王根生不愿计较 便说道 你走吧 今天我不收你银子 西门庆见对方软下来 便盛气凌人地说道 你不收我银子 但是你得赔我银子 王根生知道对方瞒不讲理 便不想搭理 没想到西门庆却没打算放过他 拉着他就给了一拳 好在刘三赶来及时 否则王根生就要被西门庆打得半死了 这件事过去以后 一转眼又过去半个月 有一天夜里 王根生和刘三正在喝酒的时候 有一伙山匪跑到村里见人就抢 他们遇见男人反抗 就狠狠地毒打一顿 遇见漂亮女人就拿绳子绑起来 说是要押到山上去做押债夫人 那群山匪的首领扯着嗓子喊道 我劝你们放弃无谓的抵抗 只要乖乖听话 我们不想伤人 谁若是不肯听话 就别怪我们手里的刀剑无眼 那群山匪把村民都聚集在一起 因为刘三的破草屋在村西头最里面 山匪以为是废弃的柴房 便直接忽视了 因此外面发生的这些情况 此刻王根生和刘三并不知情 就在土匪搜刮名才的时候 村里有一个壮汉喊了一声 广天化日之下 你们如此强取豪夺 就不怕报应吗 报应 那山匪首领冷笑一声 走到说话男子身边 一脚把对方踹飞出去 然后讥笑道 这就是报应 再敢废话 我废了你 人群中的西门庆 看见这一幕 吓得双腿发软 大气也不敢吭声 这时候 土匪首领注意到 人群中有一个姿色出众的女子 她携笑一声 走过去拉住对方道 你跟我回山寨 以后吃香喝辣的 被山匪拉住的这名女子叫陈湘 她是西门庆的妻子 她拼命地喊道 三郎 救我 我不想跟她去山寨 三郎是西门庆的小名 妻子的求救声 西门庆都听见了 可是刚刚见山匪首领武艺高强 这时候 她若是站出去 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 便只好装作没听见 继续龟缩在人群中 银兰在一旁看不过去 她站出来大喊了一声 站住 你们一帮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算什么本事 那山匪首领听见声音 回过头来看见银兰 顿时眼前一亮 她松开沉香后 向银兰走了过来 笑道 不错 这娘们有个姓 我喜欢 你可愿意跟我回去做压寨夫人 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 呸 银兰朝对方催了一口唾沫骂道 你们这帮山匪强盗 官府迟早要把你们全抓了 那山匪首领觉得银兰的脾气甚何胃口 她继续说道 官府抓我们之前 我可以先把你带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你若从了我 可以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倘若要抗拒 这里人我都给杀了 说完 她大手一挥 身后两名山匪 立刻抓住一位村民 银兰气得咬牙切齿道 你们这帮天杀的 不得好死 山匪首领冷笑一声 随即手势一挥 手下人便一刀刺进村民的胸口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结果了一人性命 不要 银兰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 可是已经迟了 这时候 山匪首领继续看着她问道 现在你愿意跟我回去吗 银兰冷眼看着对方 没有回答对方的话 那山匪首领又命令手下抓住一人 问狠狠地说道 你要是不答应 这些村民都要被你害死 住手 你们要找的人在这里 就在银兰刚要开口答应时 王根声的声音从人群后面传了出来 那山匪首领听到声音看了过去 眼神变得无比音质 他冷声说道 想不到你真的在这里 我可是找你找得好苦啊 村民听到这句话 都是一脸疑惑地望着走过来的王根声 难道这些山匪和王根声有过节 是他把这些山匪招来的 想到这里 村民们怨声再道起来 毕竟王根声是一个外来人 这一次给他们下西村招来了火端 王根声看着对面的山匪首领 说道 你放了村民 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 山匪首领冷冷一笑 一摆手让手下人放了刚刚那个被抓的村民 然后看着面前的王根声说道 好 既然你出来了 我也不为难他们 你和我比一场 既分高下 也决生死 王根声问道 我都已经退出了 你为何还要揪着不放 我说过的 我对山寨首领没兴趣 原来当初收养王根声的剃头将 叫宋公明 对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清风寨寨主 宋公明膝下无子 任王根声做了议子后 不仅教他剃头的手艺 还传授他一身武功 有意要将他培养成下一任寨主 眼前的山匪首领本是清风寨的二当家叫林志勇 他早就寄予寨主的位子 不过以前有宋公明在 他不敢猖獗 可是宋公明大病一场后 他竟然私下买通其他人造反 王根声至今记得 那一夜林志勇带着人包围了他们住的屋子 然后无数带火的箭矢向他们射来 义父为了保护他 将他一把推开 用力嘶吼道 快走 别管我 快走 王根声被义父的手下拉着撤退 而另一边 宋公明带着人和对方殊死搏斗 双方人在一起 杀得昏天暗地 日月无光 后来王根声和宋公明 在手下的拼死护卫下逃了出去 不过宋公明身受重伤 眼看就要断气了 他拉着王根声的手叮嘱道 我从小教你读书识字 做人道理 是希望你长大以后能做一个好人 将来受朝廷招安 用你所学去匡扶正义 保护天下黎民百姓 不过 我也曾预料到会有今日 命里如此 我对你也别无所求 你不用替我报仇 从今以后 用你的手艺去谋生吧 王根声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他遵从义父遗嘱 将义父身边那些精兵汉将都遣散了 然后独自一人挑着剃头担子四处漂泊 以此谋生 只是没想到 他一忍再忍 林志勇还没打算放过他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连累这些善良无辜的村民 看来是时候结束这段恩怨了 林志勇看着对方 冷笑道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拿出你的兵器吧 王根声不紧不慢地从袖中拿出一把剃须刀 然后冲对方说道 动手吧 林志勇瞧见这一幕 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 他没想到 对方竟如此轻视这场鄙视 简直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而王根声的表现 也让那些山匪们都大声嘲笑起来 村民们本来以为看到了希望 却不想王根声的武器居然是一把剃须刀 这还怎么打 找死 林志勇愤怒地嘶吼一声 随即手持大刀 就向王根声砍去 下手没有丝毫手软 也许在他看来 只要王根声一天不死 他这个债主之位就永远坐不安稳 迟早有一天 对方会来找自己复仇 眼看对方的大刀就要砍过来 王根声突然闭上了眼睛 他脑中回想起一副曾经教他剃头手艺时的情景 要做好一个剃头匠 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站立 只有站好才能做好 学功夫和做人更是如此 不管遇到什么困境 站着才能挺过去 宋公明当初为了让王根声学会站立 把对方关在屋子里 屋里的板凳都被搬走后 只丢了两个锅盔和一碗冷水 王根声就这样在屋里学站立 学了七天 当学会站立以后 王根声学习的技艺就是摇手 因为剃头匠干的是井上功夫 拿的是利器剪刀 自然是半点马虎不得 于是义父让他手持筷子 来回摇摆筷子和右手都要保持水平 要知道剃头匠给客人剃头时 手上拿的是剪刀 如果剪刀拿不稳 很容易就会伤人伤己 剃头匠除了这些 还要学会的本领就是磨刀 他记得义父曾说 磨刀要讲究刀面水平 方向正确 利用巧劲去磨刀 有一次王根声拿着磨好的刀给义父看 对方脸色一板道 磨刀前端用力重 后端用力轻 如此方能事半功倍 不然磨出的刀看似锋利 用起来却是顿的 王根声为了学好这门手艺 光磨刀就学了两年 损坏的磨刀时堆积成山 有一句话叫做十年磨一剑 说的便是如此 当剑磨好出鞘的那一刻 他的锋利 必然锐不可挡 就在众人 都以为王根声 要丧命在林志勇刀下时 只见王根声 手上的剃须刀动了 可是他们眼前一花 根本看不清 他的手是如何动作的 下一秒 林志勇的身子向后一倒 摔在地上没有了声息 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 恐怕到死的那一刻 也没明白自己 为什么会输给对方 那些山匪 眼看首领都死了 便坐鸟受散 可这个时候 刘三已经领着一帮官兵 过来围剿 这些作恶的山匪 最终一个也没有逃脱 王根声回头看着妻子银兰 关切地问道 娘子 你还好吗 有没有受伤 这一刻 银兰泪如雨崩 她三步并坐两步 奔向丈夫王根声的怀中 既羞愧又欢喜地说道 相公 都是我的错 我错怪你了 王根声捧起对方的 红润的脸颊 轻轻一笑道 娘子 我们回家吧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故莫能与之争 的意思是 水善于帮助万物 而不与万物相争 它总是停留在 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 因此接近于道 如果人要像水那样 安于卑下 存心要深沉 交友要真诚 为正要公正 行为要勇敢 真正做到万物无争 能够在人们需要自己的时候 勇敢站出来 这样活着便没有烦恼 在这个故事里 王根声与人相处 总是一副不争的态度 他的这些表现在 在妻子看来是懦弱无能 在村中恶霸眼里 是好欺负 不过他总是不去解释 依然坚守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 他对刘三以德抱怨 当作朋友一样真诚 对妻子宽容大度 在对方遇到危险时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遇到事情 永远一副不争不抢的样子 即便受了一些委屈 也不去抱怨 他们之所以选择默默承受 并非是因为懦弱 而是他们相信的那句话 以金相交 金浩则忘 以利相交 利尽则散 以是相交 事败则轻 以权相交 权失则弃 以情相交 情断则伤 唯以心相交 方能成其久远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 能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道理 我退一步 未必是怕你 而是我不想与你相争 因为损人 到最后也会不利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